剛才神帶我回到一個病房 是姐姐的遺體 我看到主耶穌和姐姐站在床邊 好像主耶穌帶姐姐回到天府 然後我跟祂說再見 感受到這個遺體其實只是一個在小的身體 耶穌把姐姐的靈魂帶回到天府 我跟祂說再見 但是感受到神是 雖然之前看到姐姐的遺體的時候是很衰殘 甚至我不認得姐姐 但是當我看到耶穌和姐姐在一起的時候 還有帶回到天府我感受到那種喜悅 還有跟祂說再見 那種感覺是很不同 我之前可能仍然僅僅於懷 姐姐的遺體收縮了 以及不像姐姐的樣子 但是現在我知道耶穌和祂一起 回到天府那裡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看到那個意象 耶穌和姐姐都是穿白色的圖 還有那個樣子我看不太清 不過我覺得是喜悅 是一個喜悅的樣子 那看了之後就跟祂說再見 可以形容一下見到耶穌怎樣 耶穌穿著帕子 站在病床旁邊 那個樣子看不清楚 但是我也是覺得耶穌和姐姐 站在一起 你見到心情是怎樣 見到心情跟我之前的感覺很不同 我想是180度不同 感受到很安全 姐姐很安全 在耶穌的身邊 她會帶她回到天府那裡 她知道這是很真實的 還有姐姐的遺體 只是在世寄居那個遺體 所以變了那個感覺 跟我之前仍然僅僅於懷的感覺 你以前有沒有見過異象 有 謝謝主 你還有沒有想分享 你的內心 在這個親近神的過程 你的內心的感受和經歷是怎樣的 其實是很短的 其實是很短的 情景和感覺是很短的 但是是很短的 是很短的時間 讓我看到這樣的情景 但是是真實 不是長就行 但是你記得那個圖畫 那個畫面的時候 你就會有那種起源 那個經歷就是 神是不會撇起我們 當我們有一些困難 或者一些東西 仍然是在我們心靈上面 去令到我們不舒服的時候 或者甚至我們很緊緊於懷的東西 但是神仍然會將它 來告訴我們 這些東西在神裡面 可以成為祝福 還有在當中可以 我們的想法 其實真的我們的意念 和神的意念是很不同的 幫助我們能夠去轉化 讓神的愛和祝福 臨在我們的身上 在我們身上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